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0月3日 枪手客场预设落海鸥 周日凌晨 英超第七轮好戏继续上演 届时由白里顿坐镇主场迎战阿仙奴 白里顿上一仗客场逼合水晶弓 错过登顶英超大好机会 反观阿仙奴上一仗 在北伦敦打笔中大胜热伺候好取三连胜 金杖看好强势的枪手出征射落海鸥 白里顿上纪只是惊贤宝祖 外界一致认为白里顿新赛季目标 依旧是全力留在顶级联赛中 没想到金季开季就有脱胎换骨的表现 英超战霸六轮 海鸥路得四胜一和一副的不俗成绩 联赛排名第六位 这这时给了媒体一记耳光 联赛开局阶段 由于对手实力不算太强 白里顿踢得比较顺心 阵中主要依靠尼尔 马奥比 丹尼 维比克 李安度 托沙特这几名前场攻击球员 但毕竟球队投入资金有限 中场攻兵型球员较多 打法相对简单 前锋一旦被对手重心关照 球队就显得办法不多 上一仗对阵水晶攻 受限于一周双赛 球队已经尽显疲态 上半场被攻破城池 而且场面一度受压制 如果不是在最后时克尼尔 马奥比救主 海鸥还真的不能全身而退 金账面对上纪 从双杀自己的阿仙奴 近期状态有所下滑的 白里顿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后卫阿当维斯达和前锋丹尼 维比克等人因伤眷勤 阿仙奴夏季转会市场 所投入的费用为英超之首 相继引入多名身价不菲的球员 包括门将兰斯戴类 后卫富安健阳和中场马田 奥迪加特等 但是既出表现低迷 开局三连败 三场比赛均无法取得入球 打破了球队陈锋英超多年的 最差开局记录 好在经历一个月的磨合 球队在9月份先后战胜 诺玉智 班尼和热刺 前两场能零封对手 得益于门将篮 斯戴类和富安健阳的出色发挥 尤其日本球员的适应能力值得嘉奖 面对英超如此快的节奏 上前助攻和后场及时拦截 都能见其踪影 上一仗北伦敦打比式球队的转折 战胜同城死敌热刺令人士气倍增 阵中爱美 石密夫路维和布卡约 沙卡双双取得助攻和入球 球队整体配合流畅 令人熟悉的枪手似乎要回来了 主帅阿迪达表示如果保持健康阵容 加上本季没有欧战任务 专心联赛是能重返前四 金杖士气高昂的阿仙奴客场出击有望攻陷百里顿 阵容方面 中场格列 萨卡印伤未能回归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萨卡印伤未能回归